就是我是一个特别 成年人 我觉得现在 我不是成年人 我这样 你他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音乐人 藏鸿飞 欢迎来到 GoFlex 腰缠万贯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 第一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喝酒 然后我甚至为我喜欢喝酒 找理由写了一首歌叫《喜马拉雅》 你是更喜欢酒的味道 还是更喜欢喝完酒以后的感觉 我是先喜欢 从喜欢喝完酒的感觉 开始喜欢喝酒 后来开始追求一些 比如口感的复杂性 和这种东西 喜欢稍微看世界 稍微模糊一点 那个感觉 喝酒是让我 跟我不太喜欢的世界 能更融洽相处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喝酒跟不喝酒完全是两个人 我不喝 有时候为了工作 不喝酒 我不喝酒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 特别 而且挺乏味的那么一个人 喝酒之后就变成一个特爱说话 然后特开心的 你喝完酒以后第二天会有一种 特别失落低落的那种感觉吗 就是那个夜里豪情万丈 起来万念俱灰 这是一个经常出差的人都必须的 它是一个检查你房间有没有摄像头的一个设备 在大城市住一些大的酒店 其实还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拍戏或者巡演的时候 你会怕那个房间会有摄像头 因为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万一哪天出现在了某网站站的某个什么区就很不好 大家还是保护一下自己隐私吧 因为现在咱们没法揣测别人的恶意的情况下 是吧 就算也不定拍到什么 是吧 真的就是因为咱们在房间内 最起码是咱们的隐私空间 看一下咱们不是要干什么坏事 是吧 羽毛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我特别喜欢礼帽 玩摇滚的人不像那些正装那样戴礼帽 我们都把漂亮的羽毛别在帽子上 这样像六七十年代的西皮士运动的时候 鲍布迪伦啊 Jimmy Hendricks他们都这样 就显得在正装上又有了自己的设计 这些羽毛都是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吗 就是托朋友找 有些人喜欢在那个用羽毛装饰衣服 然后就会有些店 尤其那些复古的店他们会卖 不打高尔夫不喝红酒 是我最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年轻人最后的抵抗 就是不过所谓的中国的 所谓的上岸生活 我挺抵触这个的 我觉得你看比如像英国那乐队 他们就是超级巨星的时候 他们还过一种不像他们抵触英国那种 所谓的上流社会 他们还过他们认为酷的生活 不要就是终于胳膊上岸之后 就突然就那么努力的融入另外一个圈子 我觉得这样是在特别强烈的否定以前的自己 这就是作为一个老北京 作为一个老北京必备的东西 但是我特别喜欢买核桃 还有葫芦 但这个特别北京大 我走路的时候特别爱背着手 然后把葫芦搁在手心里 然后一边走 就是就这样背着手 然后捏这个葫芦 然后核桃是北方中年人 感觉是必备的 你今天带这都是你意为傲的一顿吗 不是这一顿是很便宜的 这一顿才可能一千多块钱 但是我很喜欢 我觉得不要追求大买那些 然后跟他们一起吵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事 你可以有时候没事自己刷刷它 然后下午喝喝茶盘盘它 你看它三四年四五年之后 跟之前你看它颜色越来越深 就是就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要追求那个就没有完了 买那种特贵的什么的 我觉得玩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种 怎么说呢 自己给自己解闷 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北京人遗传下来的一种开心的方式 有的时候我会下午在公园散步 一边散步一边听京剧 一边听京剧 一边揉河头 你说这是一个多么老年人的画面 这不是装作有文化 因为有时候经常坐飞机 在飞机上没事干就会看书 然后这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一本书 它叫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就是我们经过了那么多年 整个世界的战乱 我们到了四五年的时候 我们会反思当年为什么那么残忍 那么残酷 其实你发现就是德国人在英国的战俘营 或者日本人在美国的战俘营 他们也经历了巨大的折磨 和就当年德国的那个差不多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建议大家看看这本书 就是写战胜的国家什么样 战败的国什么样 当时人的心态 然后挺有意思的 你是一直都有读书的习惯吗 我是这两年才有读书的习惯 我以前是一个觉得 而且会抵触知识分子 就觉得你们有学问怎么样 就是我走过 我在40岁前走过了可能40个国家 我有我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 后来我认识了一些 有知识人 后来跟他们聊天 我发现其实我跟他们的最大的区别 是我一直以我所谓的这个思维来认识世界 而他们是因为他们读书 所以他们用很多人的思考方式思考的话 他们的看待世界的边界比我宽特别多 比如马东 刚才你说就是不想像那些上岸的人那样 喝红酒后打高尔夫 抽血价 对抽血价 是不是就是当上岸以后才发现 摄取知识才是一个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虽然没有多少钱 这两年挣点小钱 我觉得撒钱的快乐很快会 会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替代 就是你要再加量的撒 我觉得那样的是 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还被人说爆发户的时候 就是没有钱到有钱 你总想去那些奢侈品那店看看 你总想尝试一些你没有吃过 或者以前吃不起的喝不起的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后面其实又带来了挺大的一种空虚感 就是那个快乐 就是消费主义的快乐是很快会被替代的 这个是我在加拿大巡演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公园 然后有薄薄的雾 然后远处有很多人扎帐篷 我就看有一个来玩的印第安人 然后他带了一个这个 站在一个坡上 坡上要挨挨的雾 我就觉得就是因为那么一个时刻 就是那个画面但是没有拍下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好的摄像设备 就觉得特别美 天蒙蒙亮太阳出来了 有一缕光在那个地平线上 然后我看到一个印第安女孩 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着那个音乐节 然后她带着这么一个头饰 然后跟那个时代就特别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感 而且我觉得它特别漂亮 不是那种美 你知道那种印第安那个骨骼 看起来挺强壮的 看着英姿撒爽 这个是对我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三年前我收到一个私信 我们有一档非常严肃的辩论节目叫奇发说 我们觉得你挺有意思的 你想来参加 但是我一开始一直拒绝去 就是我觉得比赛那么累 我也不会辩论 我从来没辩论过 我只是一个玩音乐的 但是后来我还是去了 它对于我的意义是它改变了我 它把我从一个地下乐队的乐手 推到了聚光灯下 这是我当年都不敢想 或者说我没有想到的 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艺人 其实这两年是我过得特别开心的两年 它不只是所谓的就赚了钱 首先能让家人过好 特别幸福 我妈这辈子去的地都没有这两年 其中任何一年的几个月多 她现在没事就一直在旅用 我因为奇发说让大家认识 我能做我很多以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事 就是我想做的事 有人愿意帮你完成梦想 就是这些都比挣钱更有意义吧 所以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天奇发大会 我去讲了我的故事 然后有人喜欢我 然后从奇发说出来开始 就是从这一天 所以我一直把这个搁在家里比较显眼的一个位置 年底的计划就是又去奇发说了 说实话 今年这么多节目 你要什么都这个也不上 那个也不上 你怎么办 不要逃避 不能让月的夏天把所有的商务都抢走 然后最近也在几首歌 做几首歌都是雏形了 我相信应该在12月之前 别12月了呢 1月之前会出个两到三首歌吧 我是音乐人 艺人 曾鸿飞 谢谢大家 这是GoFlex 腰沉万贯 3-5-10 6-7 1-10 9